好 那麼現在要處理要改革 但是要怎麼改呢 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昨天開會 國防部副部長李喜明就主張 應該先討論年金的架構 但是軍人的部分呢 因為還是有他的特殊性 應該要個別計算 不過這就引發了民進黨立委 段儀康痛批 他就直接點名李喜明 跟退府會主委李翔咒 說這兩個人愛當官又反改革 要他們之所進退 不過呢 在綠營內部 也有不同的意見 羅志正就出來緩加說 其實確實軍方的人員 有他工作特殊性 有他的危險性 跟其他公教人員是不太一樣的 也希望不要這樣子亂貼標籤 民進黨立委段儀康好大的怒氣 原是因為國防部副部長李喜明 跟退府會主委李翔咒 在8號的年金改革會議中 說的這一段話 軍人這個確實不一樣 各國也是這個樣 所以我們一直呼籲軍人的年金 單獨的來設計 他想要避其功於一億 套取我們這個軍事數 也是最後的決戰了 你如果把決戰放到第一億 你戰完了其他的東西 你就不可能談了下去 李翔咒跟李喜明這一番 居然要跟公教人員脫鉤的說法 跟府院不同掉 段儀康氣不過再嗆要他們之所進退 退府會的主委李翔咒跟國防部的副部長李喜明 通通通都是民進黨政府的政務官不應該去附和反對改革的意識杯葛的手段 老不是問題 男不是問題 藍也不是問題 你進入到這個執政的團隊 你就要配合這個執政團隊的步調 你不是這個執政團隊的一份子 就請你離開 我們李主委跟李副部長是就一些議程的程序 他們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我個人是看不出這個反年金改革有關係 那軍的部分的確跟公跟教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幫他們任務的特殊性 不用用標籤的方式來設定任何的職業背景 或者特殊的一個族群 所以我想用標籤的方式不太適合 綠營自家人替李翔咒跟李喜明緩甲 要大家把焦點對準年金改革 別在炮口隊內 畢竟現階段喬出共識版本才是最重要的 民主媒體委員謝正林 台北報導